只能说,从一出生,只注定了一部分你的命,比如出生,父母,家庭,这些是你从一出生就命定的,也是后天你无论如何,也改变不了的东西。 人要相信命运,每个人都有命运,古人有句话说,一生皆是命,半点不由人,命从哪里来的? 谁注定的?这个不是迷信,命运是前生所造的耶,这一生你要接受我报,命好的都是前生修六度的,没有朗生,又到人节来,享福,第四,所谓的命由天注定,是说任何人都没有选择,出生时间,地点,智商,相貌,性别,父母,家庭的权利,既然没有选择那就是注定。 我们先天带来的应该都是注定的,后天的生存环境与个人努力,是可以先来的,后天的一切努力及境遇叫做运,命由天定,运由己生,何而唯一就是命运,第四,我记得小时候有一首歌,歌里是这么唱的,三分天注定,起本靠打拼,爱拼才会赢,这疫情,还是很励志的一首歌,但是实际情况,可能与这首歌唱, 都有一定的差异,至少,在天注定和靠打拼的比例划分上,杂者也得是,七分天注定,三分靠打拼,第四,第四,健康,平安,幸福,梦想,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答案,也有着太多的答案, 让我不禁想起红楼梦中的好两歌,可对于金钱和地位,又有多少人能真正的看得透,想得开,放得下,远的一生,金钱和地位只能够辅助生活的工具,没有金钱不能获得高质量的生活, 起码要能保证衣食无忧,不用爱生老病死,而发愁,为了这个目的去赚钱才是有意义的,地位的高低其实是精神需求的外在表现,说白了就是想获得话语权, 谁都想感受一言九鼎的感觉,自己说的话就是别人的行动目的,人的一生如果一味追求这些,就是出了人生的意义, 人的一生最重要的应该是健康,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,健康是根本的基础,没有了健康其他都是空谈,有了好的身体也要有好的心理, 不要成为无所为止的变态,心理的残疾远大于身体的残疾,产生的破坏力也更大, 如果你的一生身体健康,心理正常,世界观,价值观,人生观都正确,金钱和地位就会随之而来, 接下来就是你按照自己意义取守的问题了,至于家庭,友谊,爱情什么,都是以上的附属品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